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就在今天5月6号 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使得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关系继续的恶化 这个决定是中国政府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 而且这个决定立即生效 中国发改委的声明中写了原因 他说近期澳大利亚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 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 基于澳大利亚联盟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的态度 发改委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其实这里面有个悖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了解中国政府所持的立场 一直以来都是反对打贸易战 比如说美国发起贸易战 对中国加关税 然后限制一些出口 中国反对 不应该打这种关税战 不应该打这种贸易战 它是反对贸易战的 然后反对外国跟中国的脱钩 就是说我不跟你合作了 我的产品不卖给你了 我的技术不卖给你了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 它的立场都是反对脱钩 反对贸易战的 那么今天 中国的发改委正式做出这个决定 澳大利亚并没有说 我不跟你谈合作 我不跟你对话 并没有 从来没有过 但是今天中国的发改委 却主动的做出这个决定 违背了中国政府过去一直以来的立场 就是反对脱钩 反对贸易战 他一直是想着我们继续的勾兑 继续的融合 继续的做生意 然后你在人权问题上面 在其他的言论自由问题上面批评我 过去西方国家一直在批评中国 对不对 甚至八九年的时候 对中国也是武器禁运 对吧 对中国也是有制裁 但是最后还是继续合作的 所以中国其实不是那么在乎 外国政府对中国 所谓的人权问题指手画脚 他更在乎的是什么 是双方在经贸上面的合作 只要你跟我在经贸上面有往来 有合作 我就可以渗透你 我就可以控制你 我就可以用我的中国的市场 来威胁你 就是在贸易上面 中国的分量其实很重的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中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 作为一个产业链的重要的一环 它是有话语前的 在人权问题上 他的得分是零代 它甚至是负数 对吧 在全世界所有的不管人权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排名它都是倒数的 他说不上话 他没法去指责别的国家 人权问题怎么样 这是毫无说服力的 因为你自己就很糟糕 你连上这些全世界最流行的网站 都上不去 都要屏蔽 所以说在这些方面 在价值观方面 在意识形态方面 中国是跟国际社会格格不入的 但是在贸易上边 它是有话语权的 它是能够让其他国家坐下来 跟它谈判 能够听中国什么看法 什么态度 什么立场 所以说中国一直是把全世界 跟它交往的过程中 它往贸易上面去拉 往合作上面拉 但是这一次的决定 而且它主动做出的 跟澳大利亚的切断 这个机制 就是战略对话的机制 为什么 我觉得这边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说 就像发给委自己说的 说对方有冷战思维 什么是冷战思维 就是敌对思维 觉得把中国当作一个敌对势力 既然别人把你当作敌对势力的时候 你为了去继续跟他合作 不愿意打贸易战 不愿意脱钩 那你就应该极力的去阻止对方 对你仇恨 对你仇视 你应该极力的去拉拢对方 继续的去跟他做生意 让他们忘记什么人权 忘记这些地缘政治的冲突 忘记价值观的冲突 光是想着钱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没有 他连经济问题我不跟你谈了 经济上都不谈了 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 通过我跟你取消对话 取消经济上面的合作 以此来给澳大利亚一个下马威 就是威胁一下 就是说你继续在其他方面 对我支持画角的话 那么我连经济上面都不跟你合作了 你的经济将会受到巨大打击 一开始是我先限制你的一些 出口的什么红酒 什么龙虾之类的 打一种贸易战 当然这也是说明了中国是双重标准 反对贸易战 但是他主动跟澳大利亚去打贸易战 那么他打一贸易战 然后慢慢升级到现在 升级到跟你切断所有的战略经济对话 下面的所有一切活动 就是不再跟你继续的深入 进行经济上的往来了 那么这个做法 有一种很强烈的象征意义 这种象征意义就是说 你澳大利亚将会在经济上面 受到巨大打击 受到巨大损失 这个是他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 我觉得这里边还要考量一下 就是他对澳大利亚这么做 实际上意味着 他可能不再需要澳大利亚了 就是他的决定 除了政治这一方面的以外 还有经济上的一方面 就是实际上 他对澳大利亚的依赖在减少 对澳大利亚什么依赖 就是这些原材料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觉得 跟澳大利亚逐渐的去切断关系的话 中国的经济不会受到损失 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我觉得从这可以看得出来 发改委在思考中国的内循环 就是内循环起来之后 实际上他并不那么需要 外部的进口的设备 进口的原材料 对吧 他可以搞内部的循环 那么就也说 他的需求量会减少 那么当然了 这个也伴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停滞 所以说他主动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又违背了中国政府 向来的一个立场 这么蹊跷的一种画面 这么蹊跷的一个决定 它背后一定是有逻辑的 一定是有理性的思考的 就是中国政府一定会觉得说 他这么做 他能够获得好处 或者说对他不会有太大损失 他才会主动的去这么做 因为澳大利亚并没有 虽然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敌意 越来越加强 那也是有原因的 对吧 中国通过什么地方包围中央这种方式 跟这些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政府去合作 然后绕过联邦政府 最后被堵住了 这个口被堵住之后 中国急了 对澳大利亚有个报复的行为 那么更多的是他 对中国经济未来规划的一个考虑 就是说 真的哪一天跟澳大利亚断绝关系 或者是进口不了 一些原材料了 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不需要 我们囤积够多了 或者是我们有替代的产品了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从这里边 可以看出来的一些端倪 就是未来的中国经济的走向 他可能预示着 对西方的依赖 这个依赖除了原材料以外 还有很多技术 人才等等 他不再需要了 或者说他做好了这种脱钩的准备 所以说他走出这一步 这一步明显就是一个脱钩动作 大家注意 而中国政府一直反对脱钩 他做出这种脱钩动作 而且主动做出的 这种一反常态的决定 背后一定是有深度的考量的 那么他对澳大利亚今天这么做了 这是一个模子 这是一个模式 未来可能会对英国 对日本 对加拿大 对美国都会这么做 就是说中国会一点一点一点的 跟整个西方国家慢慢脱钩 过去是美国要主动跟中国脱钩 对不对 然后美国拉拢了一大堆的盟友 一起要跟中国脱钩 不准买中国的华为 不准买中国的中兴什么的 对吧 是美国开始发起这种脱钩 中国是一直是反对反对反对 现在他自己开始主动的做出一些脱钩的动作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这个西方绥靖 没戏了 中国会崛起 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 因为我是对共产党 对习近平的决定 对习近平的决策 是很有信心的 他的决策一定是朝着脱钩 跟西方的冲突方向去的 所以我对他的充分的开倒车的信任 导致的 我觉得一定会有这一天 而不是对西方有多么信任 说一定会对抗中共 很多人觉得西方太软弱 我倒觉得没关系 西方再怎么软弱 人家习近平够强硬 对不对 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脱钩是双向 是一个往东走 一个往西走 你担心他不够往东走 但是那个人够往西走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们对一个大的形势的判断 对一些小的 临时的一些 让我们觉得可能很挫折的 一些行为和决策 比如最近新西兰做出的一些决策 新西兰的这种软化的口吻 我觉得对我来说 没什么 我并不是很担心的 虽然你会觉得 就像吃这个操影一样很讨厌 但是对你身体也没有那么大的伤害 所以我看到澳大利亚的媒体也讲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今天的中澳关系的冰点 这完全是中国造成的 完全是中国在逼着澳大利亚 不得不应对中国的挑战 应对中国的渗透 应对中国的跟澳大利亚完全不同的 甚至发生冲突的价值观 他为了应对 他只能这么做 要不然他就不是澳大利亚了 对吧 要不然他就成了中国的附属国了 所以他一定会要站出来 捍卫澳大利亚的他们生活方式 他们的利益 那么这样的话就必然跟中国的这种体制 中国的政策发生冲突 习近平为了他的宝座 权力宝座 他一定会跟全世界闹翻 哪怕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但是这是中共体制 这是一个政权的执政逻辑 最终导致的 这个是谁都没法左右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孔子学院 对吧 孔子学院本来是教中文 没有问题 传统的中国文化 但是你在孔子学院里边 你讲到中国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讲到一些敏感话题的时候 老师会支持你 会不让你说 孔子学院里头不允许讲这些敏感的问题 你也不许批评一个某个党派 就是共产党 你不能批评 你在澳大利亚不能批评共产党 难道不是对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的限制吗 对不对 澳大利亚人能不反对吗 能不站出来捍卫他们的价值观吗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冲突点就在这儿 冲突点很多很多 这是其中之一 这个就是一个不是个人的决定 这是客观事实 就说中国这样的体制 跟西方去打交道 你就不可能 要求对方对你百亿百顺 你就不可能让对方去迁就你 他可能一时会迁就你 但是他迁就你也是为了改变你 希望中国能复育起来了 能够搞一个什么和平政变 或者是颜色革命 对吧 就把价值观给扭转过来 所以他才对你绥靖 所以他才包容你 让你去进入资本主义大家庭 但今天发现中国并不是这样 他的这种体量现在大了 然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有话语权了 可以指挥别人了 可以要求别人 做这个做那个 不许做这个 不许说那个 不许见这个 对吧 他现在开始有各种要求了 最后造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弹 所以中国批评这些国家是有冷战思维 难道冷战思维错了吗 对于一个敌人 当然是因为有冷战思维 你没有冷战思维的话 别人就亲门踏户了 别人就渗透你了 别人就可以改变你的价值观了 对吧 就伤害你的根本利益了 伤害你的国家安全了 对吧 所以说这些国家有这种冷战思维 这是正常的 是应该的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 比当年的苏联更具威胁性的 这样的一个政权 你不能怪别人有冷战思维 因为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你是共产党 是曾经造成这么大祸害的 在全世界 这个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这个是跑不了的 对吧 就像你出门 去跟别人去谈判的时候 拿把枪 你不能期待说对方 或者说不允许对方 去穿放弹衣 对吧 因为你拿了枪 中国做出了这样的一个 跟澳大利亚 更朝着这个切断 经济关系的 这个方向的一个决定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澳大利亚的反应是什么 澳大利亚反应是不在乎 按照杨洁篪那句话就是 不吃这一套 这次不是中国不吃这一套 是澳大利亚不吃这一套 你跟我停了这个经济战略对话的活动 停就停 我不吃这一套 所以澳大利亚不在乎 其实澳大利亚过去 这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实际上跟中国的关系跌入谷底 同时又赶上疫情 其实双方的经济是 这个降到了病点 并没有伤害了澳大利亚的整体经济 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这个出口 还是节节攀高的 中国不买了一些产品 欧洲可以买 欧洲都补成了 而且中国在铁矿石方面 还加大了购买力度 疯狂的购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把这个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的价格 突破了200 使得2020年的双方的 这个贸易 中澳的贸易 增加了43% 主要就是铁矿石拉动的 所以说中国在不停的限制 澳大利亚的某些产品 但是却不停在购买其他的产品 而且多购买 大量的购买 价格攀升还买 所以说你的身体是诚实的 你需要这些东西 其他东西可能不需要了 但是这些东西需要的 因为其他东西你进口了 那是给中国的中产阶级享受的 无所谓 牺牲中产阶级的选择没关系 但是不能牺牲中国的整体的经济 因为这个经济 是支持共产党的执政的 所以说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决定 那么澳大利亚人当然不傻了 看在眼里 知道你需要买的时候 还会 该买还是会买的 而且还会多买 所以说不在乎你 跟我打贸易战 当然了 它的某些产业 还是会受到一些不动 受到一些不动 像这个红酒 但是过去这一年 所反映出的一个结果 就是中国的抵制 中国的限制 找茬 没有对澳大利亚的整体经济 造成严重影响 所以他就不怕你了 就不怕中国虚张声势了 你虚张声势也无所谓 第一你该东西该买还买 第二你吓唬我 就算什么都不买了 我还可以卖到别处去 我也没有损失太多 但是好处是 我不用听你的话 我对你不用低声下气 对澳大利亚人来讲 这很重要的 澳大利亚人的尊严 绝对不会受到中国的威胁 你没有中国的时候 你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 你还是封闭的时候 澳大利亚就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我就已经很富裕了 对不对 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定离不开中国呢 没有中国的时候 澳大利亚人过得也很好 我之前讲过了 我在加拿大 我们家附近有卖救货的地方 救货市场 里面很大 然后就是一个隔间 一个隔间 每个隔间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都是旧物老物件 什么50年代的 60年代的 70年代的东西 也有80年代的东西 就是很有风格的 就是你一看到某个隔间 一看所有东西都是80年代的 一看所有东西都是70年代的 我一看这些东西 很好 这个产品都非常好 像什么英国的一些瓷器 什么的 这些东西没有 几乎你找不到一个是 made in China 因为都是老物件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工厂 对吧 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所以那个时候那些老物件也很好 那个时候我们看 没有中国 这些国家也在 每天在蒸蒸日上 也在不停的进步 没有说 没有中国了 过去都活得惨兮兮的 只有等到中国加入世贸之后 全世界都富裕嫌了 没有这样 这不是事实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一直反对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世界离开中国了就活不下去了 就完蛋了 美国的经济就没落了 没有不可能的 不需要 这个地球离开谁都可以继续转 当然了 除了美国以外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离开美国了 可能世界经济可能会有重大的影响 但离开中国了 说实话 真没有什么 而且中国现在逐渐的在走内循环 其实这种逐渐走内循环也好 就是让大家能够体会到 我们生活中的made in China越来越少 让大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如果突然没有了 确实有点不太适应 对不对 你沃尔玛东西少一半 对吧 那个优衣库东西 不过优衣库的很多东西 也都是不是made in China 都是在越南在柬埔寨了 苹果手机现在也开始慢慢的 转移到印度去了 对吧 就是慢慢慢慢的 让大家感受到 中国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的位置 越来越下降 它的存在感会一点一点的减少 有这么一个适应其实挺好的 所以从澳大利亚开始 从对澳大利亚开始 所以说这一次的 对澳大利亚停止战略对话 后面影响到什么 我刚才讲了 在商贸往来方面 其实对澳大利亚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澳大利亚没有那么需要中国 它可以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市场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它可以找到新的市场 没关系 过去没有中国市场的时候 也一样很好 但是有一个可能会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留学教育和旅游 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可能稍微有点大 就是在教育方面 37%的外国留学生是中国人 是中国来的 然后15%的游客是来自中国的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 说实话 你习惯就好 就是说这个市场 比如说旅游市场 减少了15%的游客 可能第一年大家就觉得很困难 会有一些企业被淘汰 第二年 就是会还会有继续企业被淘汰 过三五年之后 大家习惯了 那些企业 既然这个市场萎缩了 没有那么多的游客了 很多人就转行了 干别的去了 所以时间长了之后 也没有会觉得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这个就业人口也少了 这个市场规模小了 就是重新洗牌了 那可能唯一有关系的是 对当时 就是那一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个政客 就是那个时候的政府 可能会有一点没面子 或者是被一些人质疑 怎么突然 这个就业市场 这个某个产业少了这么多 这是不是政府的责任 没有搞好 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 那也是临时的 过几年 大家习惯了 这个市场就是比过去少15% 那么最后这个常态就改变了 100亿的一个产业 你老是100亿 突然变成50亿 是很多人会下岗 是很多人会感受的非常大 但是50亿的市场 持续一段时间 大家也会接受 这就是50亿 也挺好 愿意在里面活 就在里面活 活不下去就干别的 对吧 什么都可以适应 归根结底 它就是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因为中国对这个世界的 在文明进步方面 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山寨大国 它都是模仿的东西 它就是体量大 显示出好像它多重要 实际上在一些关键领域 不管是科技 还是教育 还是很多方面 它都是一步一趋的 它只不过是人傻钱多而已 它就是可以到外国去消费 可以去外国去投资 中国对澳大利亚 和对美国 对加拿大 在最近这一两年的投资 都减少了非常非常多 一半以上 这些国家 也没有感觉怎么样 减少就减少了 对不对 减少游客 减少移民 减少了投资之后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房价下来了 我买得起房了 对吧 毛泽东时代的西方世界 也挺好的 而且他们照样打败了苏联 照样赢得了冷战 对不对 照样亚洲四角龙崛起 并不需要中国 所以说未来可能这个世界 要逐渐习惯 没有中国 要逐渐习惯 中国跟其他国家全面脱钩 那么从澳大利亚开始 他们澳大利亚人先去习惯一下 澳大利亚习惯完之后 加拿大人习惯 然后美国人习惯 全世界习惯 最后大家都习惯了 大家就会忘记 他们过去 这个所谓的中国崛起的 这样的一个担忧 他们也会觉得 当时觉得 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要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霸主的这种想法 是多么幼稚 那个时候他们会觉得 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